前立法會議員許智峰前年去丹麥後宣布流亡 被控以四項刑事藐視法庭罪 案件在許智峰缺席下審理 法官陳慶偉今日在高等法院判處現時正身處海外的許智峰入獄三年半 領需支付懲罰性重廢 許智峰在Facebook回應說癡之以備 他表示港區國安法生效後 香港的法庭已經淪為共產黨的法庭 針對異見的政治審訊判刑已經成為香港常態 對於陳慶在判詞中稱許智峰不回港應訊損害公眾對司法公義的信心 許智峰回應說 其實真正徹底毀掉香港司法公義的 正是陳慶此類因然接受成為國安法官為暴政背書的權貴 他又說在普世價值中歷史紅樓下 有罪的必然是暴政而不是抗爭者 許智峰稱會繼續為香港人的自由抗爭到底 並表明會繼續公開藐視港共不義的法庭 就由港共法庭對著空氣判刑罷 好讓世界看到港共政權的瘋狂與無能 許智峰早前涉及四宗刑事案件 他在前年以前往丹麥公務外訪為由 獲法庭撤銷離境限制 取回護照 離境後宣布流亡 並沒有返回法庭應訊 被控藐視法庭 把 정부移民進行 台詞 我們回應 開箱 我們一會見 我們ذهب 我們抱著